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帅 就有一个肉友跟我说呀 他之前他想买那个乒乓富翔锦 特别特别贵都四位数了 问我啊有没有类似的或者是比较便宜的 今天呢咋还有真的还有 四位数变成两位数 而且样子差不了多少 今天呢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多少 走 来 这个就是我给那个肉友找的那个多肉啊 他非常非常喜欢乒乓富娘 但是乒乓富牛价格太贵了 都是四位数接受不了 然后呢我就给他找了一个类似的 就是这出的颜色呢差不了多少啊 大家看一下出的颜色差不了多少 然后呢样子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唯一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他这个傍夜富娘锦啊 傍夜富娘就是他的叶片比较长 比较细长 乒乓富娘呢 呃乒乓富娘锦我这暂时还没有啊 嗯过几天就有了 乒乓富娘呢就是叶子特别特别的短 特别圆肉嘟嘟的 嗯虽然没有乒乓富娘锦啊 我带大家看一下乒乓富娘 看这个是不是差不了多少 来我给大家拿一个 来看一下这个是乒乓富娘 但是他没有出锦啊 是乒乓富娘 那这个呢是傍夜富娘 但这是傍夜富娘锦啊 特别多的肉油喜欢乒乓富娘锦 但是呢他太贵 所以说我又找到这个傍夜富娘锦 特别适合亲手朋友 养死了也不心疼养外数 看看是吧 嗯过几天我再给大家拍 呃拿出那个乒乓富娘锦来拍一下啊 其实他俩是有血缘关系的 也是一个嗯就是杂交的 呃有的肉有就会问了 就是好多多肉 其实看起来差不多 价格相差很多 到底有什么多肉 嗯还有哪几种多肉呢 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走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三款多肉 三款多肉啊 这个呢是泡泡糖 泡泡糖呢比较小 嗯这个呢是鱼子酱 鱼子酱 这个呢鱼子酱 这个呢是洛神是洛神 大家可以能分辨出他的样子来吗 样子好方便吗 能分辨出来吗 大家来看看离得近一点看看 这个呢是粉嘟嘟的比较透 这是养的比较好的洛神啊 这个呢是嗯鱼子酱 鱼子酱还没有大臭状态 这个呢是泡泡糖 泡泡糖呢嗯叶子又短又又肥 这个呢这三个呢就是说样子差不多 但是呢价格差了很多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嗯买不起贵的可以买一些比较便宜的 然后呢样子差不多 嗯行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呢 那就到这里吧 如果说大家还有想看什么样的多肉呢 一定要找我哟 一定要找我给大家研究研究 好了拜拜喽